打电话给苏南 苏南 你现在给我查一下 孙孟琪当年的产前检查资料 对 什么情况 观众朋友们 根据我们刚刚了解到的情况 刘克成 方志国正在赶往现场的路上 而陈凯警方还在极力地寻找 现在已经过去一小时了 你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时间一到 我就引爆炸弹 炸死人质 再等一会儿 判仨一到 我就带你们一起去见我妻子 我是零一 我是零一 现在我命令 所有的狙击手 你们一旦发现机会的话 就可以四千开火 把犯罪嫌疑人击毙 我可以打开火 我会否认为我的 一定会认为我的 我 Hoffman 我是一 nick 我们在买到 门一路上 是一路上 至少 温暗 寻说了 有马,必定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喂 你等一下 在积极 喂 我找到了 嗯 当年孙孟琦是在市地儿医院做的产前检查 嗯 本来孙孟琦也是被安排在市地儿医院做分娩手术的 但事实难料 他独自外出昏迷在路上 被好心人救到了现在这家医院接受的检查 你现在马上查一查 孙孟琦当时做检查的医生是谁 医生叫 马雪芳 市地儿医院妇产科 好 谢谢 你把资料赶紧给我们发过来 我们现在马上就过去 好 这电视上的新闻啊 我也看了 当时呢 这孙孟琦 确实是我做的检查 那孙孟琦出来这样的意味 我也没有想到 马医生 我们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一个小时 您看您能不能多给我 哎 马医生 他之前在您这儿做检查的时候 有没有查出什么其他的证据 你们等等 对 没错 就他 刘医生 刘医生 你能给我讲述一下当时的情形吗 刘医生 刘医生 情况您应该已经了解了吧 你放心 我们不会让你上车的 请你来 只是以防万一 好的 我一定这儿办 我一直都在劝孙孟琦 像她这种患有先天心脏病的孕妇 应该是尽早放弃这个生育的 不然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 到后面的时候 很有可能是这个大人和孩子 都保不住 那帮我去买盆水吧 那你老实待着 哪儿不许去 放心吧 我不会离开你 快走 快走 这个干小心 陈凯 你这个大骗子 你说你不离开我的 陈凯 你给我站住 你别离开我 求你了 别离开我好吗 我们谁也要 再离不开谁 但车上被绑架的人是无辜的 我凭什么让他们替我赎罪啊 不要 不要离开我 你走了我怎么办呀 你说过 是个男人就要勇敢面对一切 我答应你 我会活着回来 不要 不要走 不要 撤开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老爷 现在刘克诚已经到现场了 但是警方并没有让刘克诚上车 剩下的两个人 就算在规定的时间内赶了过去 也不会再让他们上车 警方肯定是在利用这个时间 做更周密的部署 一旦他们部署完毕 警方就会采取行动 现在距离约定的时间 只剩下四十分钟了 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我这边已经有眉目了 但是事情可能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吧 我还要搜集一些关键的证据 好 好 行 怎么样 现场有什么情况吗 停车 干嘛呀 你呀 现在马上去接金星 一起到孙梦齐家了解一下情况 看看还能不能搜集到什么新的证据 我现在马上赶到案发现场 稀论点啊 现在有一名自身是陈凯的男子到达现场 经警方确认该男子的确是 还要求置换的人质之一 那么之前警方一直在追查该男子的去向 现在该男子竟然主动出现在现场 喂 浩峰 现在那边情况怎么样 有希望吗 孙梦齐被检查患住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啊 这很有可能是他治病的关键 我就知道果然有情况 可是现在如何让黄安相信这一点 金星合成时 已经被我派到了孙梦齐的父母家 希望能够找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 我看现在时间是来不及了 浩峰 你怎么在那儿 就我找我的情况 现在也许只有我才能劝劝黄安 不行 这样太危险了 现在黄安已经封了 我不允许你再有任何危险 放心吧 我会跟警方合作的 不会冒险行事 阿姨你好 阿姨 你们 孟齐这孩子很命苦啊 那么年轻 她就 孟齐啊 你倒是一了百了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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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没想到 现在她怎么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来呀 我 记着团队 你一定得帮我圈圈还安 她 这孩子她肯定是一时冲动 她还有得救啊 她有得救啊 放心吧阿姨啊 我会的 阿姨 您先冷静冷静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 您知不知道 您女儿被查出来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啊 你们听谁说的 我 我怎么不知道啊 她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阿姨 没事啊 都过去 那你说的这些华安是不是都不知情 华安其实完全不知道 现在车上的医生护士都是无辜的 包括这二位 但是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现场了 我们也不能让你冒冷静 我相信华安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他如果知道自己的老婆是死于先天性心脏病 他的态度一定会有转变的 可是 我们怎么能保证你和所有人的安全呢 现在我过去 华安应该会愿意听我把事情的来 来龙曲脉跟他说清楚 这样的话我应该能够安抚到他的情绪 最坏的情况 我也可以把他引到一个名处 这样方便你们开枪击毙的 如果这样能把伤枉降到最低的话 我要试一试 请你们一定要信任我 给我时间 我会把伤枉降到最低的 但是我需要的是时间 现在还有多少时间 还有二十分钟 好 我就给你二十分钟 那让我们警方派言和你去吧 保证你的安慰 不行 如果警方跟我在一起的话 侯安的情绪一定会很崩溃 他如果真的引爆了车上的炸弹 后果不堪设想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要逞能 明白 放心吧 臣子的事我是不会再干了 别盘了 他是谁啊 就是谁啊 他是你俩像什么样 宋男老师 超过主持人 你什么人 再往前一步 我就开枪了 我是记者宋男的同事 我知道孙梦奇的死是有隐情的 您现在 让我过去 我跟你解释清楚 够了 你回去告诉宋男 别的想劝我了 我不想伤害你们记者 但是你们也别多管闲事 你的妻子在临死的时候 给你留了一些东西 现在在我手上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是想指着你吗 你如果现在不让我上车 你恐怕这辈子 都不知道你的妻子 到底给你留的东西是什么 你要是敢骗我 我就让你一起陪葬 就是一特别爱美的孩子 平时也爱写点东西 她走了以后 黄安看着她的相片 和她用过的东西 就非常悲伤 所以 她就把这些东西都拿到我这儿来了 这也算是落叶归根吧 阿姨 她做产前检查的一些资料 你还有吗 说来也奇怪 她从来不让我们看 她那个产前检查的病例 我问她 她总是笑着跟我说 一切都挺好的 您就放心吧 你说说 我这当妈的事不是太不负责任了 阿姨 孩子这么大的 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 我怎么都不知道 阿姨 您就别再自责了 我想 这肯定是有什么苦衷 孟琪下会瞒着你们的 阿姨 那您这儿 有没有她平常写东西的笔记本呢 有 有 我因为 怕看到她当心 我就给收起来了 你等着啊 我给你拿去啊 麻烦你了 还行 你不说我老婆有东西留给我吗 在哪儿 拿出来 东西现在还在路上 你恐怕还要再等一会儿 我 看来我这次又被你帮这么记者给骗了 上回是苏南 这回是你 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 是吧 根据约定 我们还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我刚才从警方那儿了解到刘柯诚他们三个人正在过来的路上 应该不会是想放过他们的 好 那就给剩下人来 我让你们一起陪葬 我一起送你们上西天 你看看 就是这个 阿姨 谢谢了 时间还剩十分钟吗 别以为刘鹤诚他们仨不来 我都会饶了你们 有你们这一车人给我陪葬 也值了 苏南 我们这边找到了 孙孟齐生前写给华安的日记 正火速赶往现场 好 我明白了 再快点 还有六分钟了 方志国那边还有多远 还有阿姨呢 已经来不及了 让G局所准备吧 您确定五零六 你们有把握没有 我看不到他 我这里没有睡觉角度 不 孟齐 我很快就要和你见面了 你要把害死你的人 我全都带到你面前 给你磕头赔罪 再等等吧 没准还有希望 还剩两分钟了 看来没有转机了 随时准备鸡笔环 随时准备鸡笔环 我们拿到了华安妻子 生前写给华安的日记 现在要赶紧把他送到车去 好 我们这准备鸡眼上去 华安现在的情绪一定非常失控 还是让我们上去保险一些 不行 我们不会让任何人再冒风险了 可是 您要怪 就怪刘克诚他们仨 你们的命就是给他们赔罪的 做鬼的话 你们就找他算账 你这个丧心病狂的畜生 你难道愿意沾满一身鲜血去见你老婆吗 拉上这些无辜的人 你还有人性吗 少跟我这儿讲什么仁义道德 当初 你们要是有点良心 我老婆会死吗 我孩子会死吗 是你们毁了我的一切 其实害死你老婆的人就是你自己 你 你疯了吧 胡说八道什么 疯的人是你 恶狗仙药人的也是你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我一枪先打死你 你 你可以打死我 但是到了那边 我会把你怎么害死你老婆的真相 如实地告诉他 我到时候看你有什么脸面下去见的 你再说 你再说一句试试 黄安 我手上现在拿的 是你妻子生前的日记本 你应该不会不认识吧 我现在上车拿给你 让你看看 妻子生前留给你的是什么 给我站住 再往前一步 我就引爆炸弹 那日记本 正在旁边那个男换狠的女记着 不是她 那个 穿粉红色衣服那个 对 就是她 他 那是她 那是她 是她 那是她 她 那么 她 是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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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 如果现在开枪 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是啊 而且我们的记者刚上车 怎么样也要让他们最后一活吧 好吧 再等一等 上来 你还念给他听 好 你们要再敢骗我 我马上拉保诈药 老公 今天医生告诉我 我怀孕了 我终于怀了你的孩子 我好想马上飞奔到你的怀里 看你那吃惊又激动的表情 那会是我医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继续练 继续练 今天 你这是个是个体贴的爸爸 老公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我今天被查出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什么 你 老公 还记得我们相恋时 我总爱直接叫你的名字 安 你曾经寻诱过我 要住上大房子 要给我带上世间最绚丽多么的钻戒 还要带着我一起关游世界 可你知道吗 这些对于我都不重要 我唯一想要的所珍惜的 只是你给我的一事情 如果真有那一年 我先离开 请你不要伤心 更不要放弃生活 因为我们的孩子 会替我把满满的爱继续留在人间 不许真能成为生命允许 陈兰 让我们今天我们的男人 梦里花朵 也愿安靠 我们挺近点的 当然把孩子都没留意 请接累吧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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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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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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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妻子孙梦琪 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医生劝她放弃声语 但是她知道你喜欢孩子 所以隐瞒真相去做顺缠 结果出了意外 我觉得跟她相比 你简直就是个懦夫 一个连自己的妻子 把生死置之于度外的爱 都不能理解的男人 你又凭什么在这儿决定 这一车人的死活 我 父亲 父亲 我不知道 你的妻子在天国 能不能看到今天这一步 但是我想她一定 不希望你再做傻事 好了 为了她 你也为了你自己 收拾吧 你个妻子 还剩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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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吧 准备吧 所有队员同意 所有队员同意 准备射击 你的妻子在死亡的最后一刻 还在坚持生的盐血 所有队员同意 你现在却要这么对待自己的生命吗 好啊 开枪吧 开枪 孟姬 我对不起你 我让你失望了 我不配做你的丈夫 也不配做孩子的父亲 是谁 我对不起 是我 就是你 Gordon 你不开яет 我安娜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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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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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刚刚 经过警方和我们第三视角的配合 王安终于放下了武器 现在所有的人质 都即将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 此刻 我作为一名记者 也感到无比的光荣 同时 也非常感谢警方 是他们的英勇和睿智再次证明了 他们是人民心中最值得相信的人 我相信 此刻 在天堂看到这一幕的孙孟琪 脸上也会露出笑容 我们想视为年我们金银里 因为母亲点出名的 我对我的天然也不可 现在光是天然也有呢 我对办法 我对联合 皮 我们的感觉 应该对 的确 感谢你 感谢你用智慧解救人质 立了大功 这个是我应该做的 李浩峰 我对之前的欢迎 表示道歉 关键时刻 你救了所有的人 我觉得你也挺不错的 一个小女孩面临生死 还挺勇敢的 来 转声 谢谢 不过 之前你怎么敢肯定 黄恩的妻子 一定会留下什么话呢 谢谢 你跟我说这些不就歪了吗 谢我干吗 我说真的呢 今天要是没有你 我真不知道会 没事啊 以后呢 你要是还有什么电灯泡要修的 记得给我打电话 你呀 你们这帮其实 频道的孩子还真是不错 尤其是那小女孩 觉得还是挺勇敢的 辛苦了 各位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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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记者 谢谢 谢谢 这次没有你们记者的话 我们就不会 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 谢谢你们啊 我们即使是 我们下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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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的 我们下期的 最后的 我们下期的 就是我们下期的 这下期的 警察 很多都是年轻人 但你们在困难面前 毫不动摇 充分 展现了一个记者 所需要的 无畏 敏锐 和睿智的精神 我作为你们的同事 一名老的新闻人 为你们干好 新味 也为你们 感到骄傲 但是 我在这里 还是要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 来提醒你们 大家 生命 永远是第一位的 虽然我也很 钦佩你们的胆势 但在这里 我还要 批评苏南两句 冒险让记者接近凶犯 踏入危险的境地 这是我所一直不鼓励的 我所一直不鼓励的 甚至历来都表示过 要坚决杜绝 我希望 希望 希望以后你们能 既确保个人安危 不受到威胁 又能在业务上 又能在业务上下功夫 来提高节目的质量 我想这一点 对于你们这些年轻人来说 是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 今后你们有任何的困难和苦恼 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愿意为你们还有解难 我听说 你这次找的帮手 帮了你不少的忙 对 我打算请他回来 和我一起做好这个栏目 但这个人的过去 你要了解好 许总 您放心吧 那好 我就等着看你的成绩单了 好 好 不错嘛 刚一上手 我就整出那么大动静了 这要感谢您李大制片大发慈悲 没跟我这儿扮猪吃老虎 哪怕您伸一只脚 我也赶不上您呢 越听越不对劲了 啊 第三视角这个栏目 就像一块烫手山芋 吃着烫嘴扔了又可惜 我觉得 我应该提醒你一下 你和我 你和我 在许总那儿的约定是 如果三个月以内 你的栏目 进不了收视率的前三 你要到我的栏目下面 做一个编辑 到时候你可别哭哭啼啼的 失了身份 小姑娘 豪风 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你跟我要这么拜的话 我会走了啊 回去继续做你的独立新闻调查人 有时候我觉得其实 自由也挺好的 闲了还能发挥发挥余热 修修电器什么的 说真的 你有没有想过 留下来和我一起干 虽然我知道你这种人 是不应该被体制牵制的 但是 你需要一个好的平台 一个好的平台 也需要你 其实你看 真相就在那儿 可是我觉得你 身边应该 不缺少我这一双眼睛吧 但是 在我们学习新闻的那一天起 我们就都不会忘记 记者这两个字 到底意味着什么 豪风 我真心地希望你 再考虑考虑 就算不为了别的 为了你自己 怎么了 怎么了 孙小姐 好风格 别着急 慢慢说 闹 闹鬼了 风吹散爱的迷雾 不然真看得清楚 我无谓的付出 你却还不满足 把我的真心褻毒 女带是我的脚步 女带是我的脚步 为什么这么无助 为什么这么无助 那滑落的泪珠 在风雨中满霧 安慰着我的痛苦 别让我一个人 别让我一个人承受这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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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我的全部 我爱的这么辛苦 你还是把我辜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